冷冰氣、熱冰氣都有 何謂冷冰氣呢? 冷冰氣即是刀刀劍劍那些 熱冰氣呢? 熱冰氣即是... 熱冰氣即是... 熱冰氣即是火 大家可以看看 哇,好了,沒錯 那這些是12吋的模式 沒錯,他的做法呢 以前George自己去設計 現在他經常跟外國設計師去合作 那這個應該是菲律賓的設計師 東南馬多 是不是? 泰國 我看他的設計都很特色 他是用一個古典 一些潮牌的感覺 其實這個在東南馬設計師裡面 我們都常常見到一個很出名的 他也是用這種 我叫蒙面超人頭 但在下面穿時裝 但是拿著武器、槍 或者冷冰氣、熱冰氣都有 何謂冷冰氣呢? 冷冰氣即是刀刀劍劍那些 熱冰氣即是火 即是用了火藥那些 都會有熱力的 知識增長 不是,乘機問一下 大家互相 這次也有些抽損東西 如果有玩開潮玩類的都會知道 這個是Momoko Momoko Studio 他推出的鐵甲鯊魚 除了之外 還有這個叫什麼? 鎚頭鯊 鎚頭鯊 都是用鯊魚為頭 是不是同一個設計師呢? 我覺得挺有趣的 都是Momoko Studio 其實不錯的 鯊魚比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即是看見那個東西 比較有關於是嗎? 是啊 這個其實在潮玩界 尤其是在國際或內地都好 其實名氣都頗大的 OK 問一下Walker和David 有什麼意見? 看到這些藝術家的東西 鯊魚很棒 鯊魚很棒 鯊魚很漂亮 對啊 它好像遊合了哥斯拉那種 Metal Godzilla 我覺得挺像Metal Godzilla 我就喜歡紫色那隻小 因為虎頭鯊更多 還要飛 顏色很漂亮 這個尺寸是一千多元 都可以 補充一下 其實這個鯊魚最特別的地方 當然是頭部 這個部分是可以拔出來的 然後呢 這裡有一隻小的 是可以坐上去的 有駕駛員 是啊 作為一個駕駛員的存在 可以看到 這個小版 再配一些豆豆的鯊魚 除此之外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面 就是Devil Tosser 你的主打系列 即是它自己公司的 是 這個W.O.O.W.O.R.O.D. 其實之前有些朋友都 都欣賞過或者買過 就是什麼 這一次開始轉了一些東西 是不是 有些日本風 轉了些什麼呢 和風 其實第一代那些比較 機械風和軍事風 比較重 這一次呢 我覺得是一個武士 綜合了 另外這個呢 有些少少Devil May Cry 的感覺 這個其實 Perfect Master 之前就公佈了一個圓形 但我不知道 這個可能是第二個版本來的 就是之前那個 應該是沒有那麼複雜 現在這個呢 我覺得是進化了 你的骷髏骨那個位 眼那個位 對 有很多精細的位置 真的挺有型的 對 那樓下有些新的 喜歡玩一比十八 XL Ring 的朋友 已經有一個多東西選 Wall of Order Wall of Order Sangoku 對 戰角 那他就不是正式的戰角來的 我相信 他應該是一些 即是加多科玩的那些元素 那相信都是 原創那些 那喜歡的朋友呢 玩去Wall of Order 那個比較 現代軍事風 那個未來軍事風 那個呢 就會覺得很過癮 譬如買不到上面 十二吋的 這個Perfect Master 其實都可以買回 訂回一個 1比18 現在雖然還是監修中 但未來都應該相信 會有得訂的 剛剛同意的兩隻 應該好像是會場限量版 好像只有100隻 對 特地上的特別色 我想喜歡的朋友都可以想想 好 OK 好了 那這一部分呢 這一部分差不多 因為我們說了 十成功力 講了 Figure展 即是Figure比賽的參賽者 剛才有 咦? 還有Big Boy Toys 對 Big Boy Toys 好啦 繼續留意我們 好 好 謝謝 拜拜